嗨大家好,我是布魯斯 新的一年象徵新的開始 也代表今年的你比去年的你多了一些成長 不只是年紀,希望更多的是思維的部分 可能是年初的關係 最近又開始有朋友在問說 現在可以開始存股了嗎? 聽說還要升息,股市還會跌一波 請問這樣可以買嗎? 或是想買房出租的朋友 看到今年景氣不太好 就會問說現在買房出租率還高嗎? 我很怕買了會租不出去耶 那在這些問題之前 我想要先問一下各位朋友 時間對你來說是什麼? 只是你拿來計算你幾歲嗎? 還是拿來知道可以下班下課了沒? 或是計算可以領多少工資 其實就我認為時間是公平的 因為大家一天都是24小時 所以才有一句話說 你的時間花在哪裡?你的成就就在哪裡? 但這句話其實指的是主動消耗 也就是你自己扎扎實實花掉的時間 例如玩遊戲、念書、工作、學習等 但其實時間是可以同時被利用的 就像被動收入 在你睡覺的時候也能幫你賺錢 在你認真讀書的時候也在幫你產生現金流 在你努力工作的時候也能幫你收取房租 這些才是時間真的該被了解、被使用的方式 一直以來很多人所謂的投資股票 就是花了大量時間在看現行、籌碼、新聞等 然後開盤、收盤都盯著看 甚至上班也在看 搞得上班心情也被影響 或是剛好開完會錯過買賣點 結果今天虧錢了心情很差 當然賺錢的時候心情就很好 不過賠錢就覺得今天是來做義工的 因為你的時間分配是由股票和工作 這兩者之間再來回切換 要知道不斷的在兩件事切換 對你的大腦其實是很耗能量的 那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喜不喜歡這種感覺 這種會被兩件事相互影響的感覺 我自己是不喜歡的 所以我才喜歡創立自己的系統 利用系統的自動化來同時使用時間 把時間放在該做的事情上 其餘賺錢的部分就交給系統去產生被動收 透過你不用干涉的時間來產生現金流 所以我今天會針對四個要點 在這新的一年來分享時間和被動收入的關係 第一,時間 我前眼的部分有說過 我覺得時間是最公平的 因為每個人一天都是24小時 那我也在習慣致富影片中有說過 其實人和人的本質差異不大 最大的差別就在於腦袋裡裝的東西 所以我更新一下我剛剛說的 每個人一天都是24小時這句話 更正成窮人和富人一天都是24小時 那所以應該就有聰明的朋友知道了 造成窮人和富人的差異就是時間上的利用 因為窮人的時間都是拿來做主動消耗的 我今天上班8小時 這8小時就是扎扎實實的消耗在工作 那中產階級可能就是再把時間做切割 例如我剛剛說的上班8小時 但是早上3小時拿來消耗在看盤下單 接下來的5小時才切換回來消耗在上班內容 這樣運氣好的話 他可以賺取比正常工作收入還要多的股票收益 那富人怎麼使用時間呢? 富人知道時間應該使用在正確的事 所以他會把時間消耗在規劃未來、認真工作、學習等 但是他在消耗時間的同時 他的現金流卻可以不斷成長 因為富人知道時間的使用方式 就是並非只能透過本身參與 而是可以透過系統的建立 讓系統可以透過時間來自動化產生被動收入 所以同一個時間就被兩次使用了 主動和被動 這就是富人和窮人對待時間的態度 時間與你無關或是時間跟你是好朋友 這一點非常重要 希望各位頻道朋友都能意識到這點 我們是人不是電腦 所以同一時間只能做一件事 唯有讓系統去自動化運作 才能同時間做其他事 那在一樣的時間裡 該如何放大現金流呢? 就來到第二個要點 第二、被動收入 這邊先解釋一下什麼是被動收入 被動收入指的就是 不需要透過你主動付出時間、勞力 就可以獲取的收入 最簡單的例如買房收租、存股領袭、車位出租等 那為什麼需要被動收入呢? 除了前一個要點提到的 需要正確使用時間之外 我之前有在被動收入影片中有說過 因為主動收入是有極限的 我們都知道主動收入的公式 就是收入等於10星乘以工作時數 那所以一天可以工作的時數就這麼多 你想要提高收入就只能從10星下手 那我們來看看圖表 分別是時薪從100元到1000元 在每天工作16個小時 每月30天的狀態下 可以算出的年薪 可能大家看一看會覺得 好像還不錯 可是我們要想一下 每天16小時連續30天之下 你可以做多久 會不會還沒看見財富自由 就先看見上帝了 其實我一直認為 凡事都要平衡 太極致都不好 所以當然生活和工作也要取得一個平衡 那回歸到主題 如果我很喜歡現在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但我的主動收入大概就到這 剩下的要怎麼提升我的現金流 除了把時間花在工作 努力提升薪資之外 就是要靠被動收入 可以看到圖表是台灣收入 前20%到前0.01%的人 其主要收入的分佈圖 薪資所得是越來越少的 所以這也是我一直想讓年輕朋友知道 應該盡早建立被動收入 因為你擁有更多時間 當然你可能會不想做 因為開始第一步是困難的 但是相信我 做了之後 未來的自己 會感謝現在的你所做的決定 那被動收入的建立要怎麼堅持呢? 這就來到下一個要點 第三 你擁有的魔法 其實存股也好 建立其他被動收入也好 最大的困難 有時候不來自於外在 而是自己無法堅持 所以很容易產生半途而廢的情形 那到底為什麼會無法堅持呢? 其實主要的因素在於目標不夠明確 我說過建立系統 並且利用時間慢慢滾大 這是需要時間的 是長期的 它不是短跑而是馬拉松 而且還是一條超長的跑道 所以意志力堅定的人 知道自己的目標在哪裡 也才能一路跑下去 但是意志力不夠堅定的朋友 很容易跑著跑著就迷思了 不知道自己為何而跑 於是就放棄了 停了下來 而這說到底 就是你覺得你所建立的系統 它的系統價值不夠大 不夠大到你想堅持下去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回歸到我們的主題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所擁有的魔法 那就是賦予的意義 是不是開始覺得有點玄了? 沒關係聽我說完 這只是心理學而已 我們都知道一件事的價值 取決於你賦予的意義 什麼意思呢? 我來舉個例子 A君抽屜有兩張曼哈頓練習曲的 舊電影票根 A君老媽整理抽屜的時候 看來就是垃圾 也不知道丟著幹嘛 所以叫A君拿去丟掉 A君卻淡淡的說放著就好 因為這是A君和初戀女友 一起看的第一部電影票根 OK 一樣的電影票根 因為賦予的意義不同 就產生不同的價值 對老媽來說就是垃圾 可以理解 但是對A君來說 不也一樣是兩張紙嗎? 只是因為票根被賦予的意義 適合初戀女友看的第一部電影 所以價值就不一樣了 所以回到建立系統上 如果今天你經過幾年的累積 讓系統滾到價值400萬 在每年6%報酬率的情況下 可以產生24萬的現金流 但是這個時候你忽然迷思了 想說一年才24萬可以做什麼? 如果拿400萬去短線操作個一根漲停就10%了 不用半年就40萬了 那下場可想而知 如果單看24萬可能會覺得不多 但到底這400萬的系統 價值是不是只有每年產生24萬的現金流? 這樣真的能一直堅持下去嗎? 不過如果你賦予這筆系統的意義是 它可以每個月帶給你2萬的現金流 那是不是價值就出來了? 這個系統你賦予它的意義就是 每個月幫自己加薪2萬元 接下來可以賦予它每個月加薪2萬5 甚至3萬元的意義 就像我在出國旅遊影片說的 可以建立一個專屬於出國旅遊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我賦予它的意義 就是每年的現金流可以供我出國旅遊 同樣的道理 你也可以建立賦予不同意義的系統 那這樣系統就會有它存在的價值 你也不會在建立系統的過程中迷思 不知道目標在哪裡 而這一切只需要你施展你的魔法 賦予這個系統意義 你就會看見它的價值 第四斷舍離 我們先簡單提一下斷舍離是什麼概念 簡單來說就是要你留下有意義的需要的東西 其餘的東西捨棄丟掉 如此你的心靈才會輕鬆 不會被一大堆不重要的雜物干擾 也才能隨時靜下心 就知道什麼東西是重要的 該注意的 舉個例子 就拿書桌上的東西來說 很多紀念品或是小物當初買的時候 都覺得有用 買著買著桌上就一大堆 但真的需要使用的時候 是不是還是那幾個常用物品 所以那一些我們以為可用的物品 其實是干擾了常用物品的視線 不如就把它收掉 讓你的書桌呈現都是常用物品 一目瞭然 視覺舒服 心裡也舒服 當然這次假設是舉例 其實書桌也可以是你的工作 財務、系統 結合上一個要點 在你賦予意義後產生的系統 對你來說就是需要的 而在斷舍離之後 你也可以常常檢視系統的狀態 看著系統慢慢提升的現金流 感到開心 這時候建立系統 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你不會想著要停止它 而是透過不斷賦予新的意義 讓它成長 就如同純骨 就變成我的一種生活態度一樣 那最後我想說的是 時間一直都在各位朋友的人生藍圖上 你不去注意它 自然就不會利用它 但是它就像殺肉一樣 慢慢流失 是很可惜的 因為多數人包含我 發現到時間的時候 其實都浪費很多時間了 所以希望這支影片 可以讓很多年輕朋友看到 知道自己現在是有拿到好牌的 不要認為自己只有一手爛牌 透過建立被動收入 讓時間變成你的朋友 也不要嫌棄一年才三萬五萬的被動收入很少 你上網買個東西 差那三百五百的價差 不也都讓你願意花時間在那邊比較了是吧 好了以上是我今天的內容 非常謝謝大家的觀看 我是李曉林 全球正經週報 每週六日 最新總體經濟趨勢 報給你也知道 這個池澤水呢 變錢 對它養不起那麼多大魚 因此股票啦 房價啦 都會往下跌 不論是信用風險啦 還是資產安全性啦 還是市場的波動度啦 都在往下 掌握精肉脈動 世界局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週報 中天財經頻道與前同行 聯準會超音升級抗通膨 美國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了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 對 所以股市呢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這通膨的危機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經濟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啦 分析師林永年不藏思 投資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間八點 中天財經頻道 張耀廷和您與前同行 我們請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 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 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蠶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爭能力 還有德國養乾脆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 幫助睡眠 睡前三十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液墊 2 1 1